真正重要的事物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许多人都读过小王子里头的这段话 但您听过他被优美的歌声唱出来吗 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好奇那会是怎样的声音呢 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空去和绝望逢着我 直到大天小王子 向我走来无人的伤 遇见你的时候 想起几般小王子 总想了我 于是我就这样 遇见了小王子 在这世界上我年纪最少的朋友 就这样我和你遇见了彼此 刚刚看到的是音乐剧小王子的演出片段 那么今天的来宾呢 也和小王子一样 在生命里找到了真正重要的事 那是什么呢 我们欢迎Sing Musical的艺术总监张欣慈 喜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慈 还有演出这一出小王子音乐剧的演员陈品琳 喜君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品琳 欢迎你们两个今天来 那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同意 小王子是地球上最眷勇的故事之一 故事是讲述飞行员 圣修伯里和小王子在沙漠里相遇 并且重新发现了人与朋友 爱人世界以及自己的关系 而小王子音乐剧呢 是Sing Musical引进台湾 2022年以来已经超过 吸引了两万名的观众走进剧场 跟小王子到不同的星球来探索 那我们先问问两位了 在音乐剧之前一定有看过原著 有没有觉得一些比较印象深刻 或是影响到你们人生的地方 说实话是 我一开始感觉是 深秋玻璃好啰嗦 就他有点像一个啰嗦的大人 然后直到要做这个音乐剧的时候 反而是透过了音乐剧的这个剧本 重新去理解到这个文学作品里面 想要讲的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那品宁这次在音乐就是演出什么样的角色 我在这里面呢 就是有深秋玻璃 然后小王子 那另外一个演员 就是我饰演的我 我 对 因为深秋玻璃他是第三人称 在写这个书的作者在旁边看着 我的话就是他的第一人称 去经历深秋玻璃 遇到小王子的过程 而且我们聊到新musical 其实有一个特色就是会引进国外的IP进来 那大家有一件事情可能不知道就是 虽然小王子是法国的经典名著 但是他台上的小王子是韩国籍的 是韩国人 对 小王子是第一个韩国IP 因为其实我自己过往的 就是我的整个音乐剧启蒙 都是在韩国被发声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有一天有机会的话 在自己做了很多原创之后 也希望能够引进外国的作品 然后已经接受过市场考验的作品 然后带给台湾的观众这样子 那其实大部分台湾的观众 对韩国的音乐剧 其实知道的还是比较有限 所以挑第一个系的时候 就想说那我挑小王子总心了吧 就是很成功为这个策略 对 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好像 星期是专业音乐背景的 我从小就是学古典音乐 从国中开始念音乐 一直到大学这样子 可是在考研究所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古典音乐 或者我学的乐器啊 定音提琴它的出入 可能相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后来就去学了 表演艺术的行销跟产业 那我去韩国看戏的时候 就是感受到一件事 那时候我的韩文 其实就是很幼幼般的程度而已 可是我去看音乐剧 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可是我可以大概透过 简单的故事大纲 然后看到舞台上 所有呈现的东西 跟音乐之后 我可以完全理解戏想说的情感 在那个时候我知道说 音乐剧真的是一个 第一个是它最容易接触 大众的表演艺术之外 它真的是一个跨越语言的 表演的方式 你可以在那些故事里面 找到自己的影子 好像可以去投射说 这跟我的生命经验很相似 我可以在里面找到共鸣 然后我现在在生命里面 遇到的困难也好 因为戏里面的人 他们解决了 我也看到了一点 我可以战胜这个困境的希望 所以就是你想把这种感动 也带给台湾的观众 对 我觉得大家的生活都很辛苦 然后希望至少 他们可以走进一个地方 然后获得一两个小时的 疏解也好 你自己也有经历过这些吗 就是观众拉着你的手 感动 通常一结束 观众眼睛里面那种闪闪的 有一点带泪光的感觉 然后跟你说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戏 然后他让我想起 什么什么样的生命故事 谢谢你们做了这个戏 那那个瞬间都会觉得 哇好感动 这个戏真的跟观众有连结跟共鸣 对 那其实除了小王子之外呢 See Musical也在2024年 引进一出全新的韩国疗愈系作品 Let Me Fly 带大家来品尝初恋的甜美 跟梦想追寻的苦涩 但是有个小挑战 大家会找得到品龄吗 我们就一起睁大眼睛 一起来找找吧 感觉只要修好这个收音机 我就能回到过去了 但好像还少个零件 我再进去找找 你看 喜欢吗 我怎么会 一直看到过去呢 如果我成功再往 我想送你一对翅膀 就算是遥远的宇宙 也能让你自在翱翔 为那瞬间准备 我们一起准备起航 被乘风的记忆 会带着我去到哪里 旅行开始 奶奶 你没事吧 被乘风的记忆 为何把我带回过去 开始旅行 展开未知的旅行 等待着结局 这趟旅行 继续抱怨你更新 未来某天会一起 我们的手 这心上心所会好的旅行 那么刚刚大家有找到品林吗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 你会演出跟你一样 年轻貌美的角色 我自己是一直都很期待 演一些不一样的 不管是老人或是邪心 或是疯疯的 疯疯癫癫的角色 那这次刚好 Let me fly 里面需要一个老奶奶的角色 就自己自告顺庸 我觉得应该一切都蛮刚好 他已经在过去几年之间 一直透露说 他已经演够了 就是我们想象的 他可以做到的角色 我记得第一场演出的时候 就是第一场的观众 看手演的观众通常都是 比如说是粉丝最多 就是所以那第一场 品林走出来的时候 观众其实就是这样 哇 就是因为他们明明就知道 那人是品林 但又太不像了 所以我们就聊到起点 就是听说品林就是 从小是我们比喻上说 一直是领着家人跟老师给的剧本 可是到最后一刻 你就不演这个 你跑去找了属于自己的剧本 这就是怎么样一个生命故事 我从小就是真的比较会读书 很好胜 所以都要考很好的成绩这样 但其实我觉得人生第一次 给我一个 我到底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是要上大学的时候 我连填志愿 我都不是很明确 所以后来我上的科系 因为我是数理自由办的关系 所以上的科系是 我又不想当医生 是生物相关的领域 所以我那时候 其实有去中研院 实习过两个月 经过那个大厂杆军的 那个培养室的时候 然后一直飘出大厂杆军的味道 我心里想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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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真的就像 刚刚我讲到的 大二的时候 不小心接触到音乐剧的时候 开始接触剧团 然后开始跳舞 开始唱歌 开始表演 然后看到舞台上的那些 音乐剧名演员 他们在台上发光发热的样子 我就好向往 我就觉得好棒 我也没有想过以后会怎么样 可是我就开始了这件事 然后走到现在 选了音乐剧演员 没有后悔 诶 迟疑了一下 没有后悔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 他带给我礼物是 我好喜欢 我好享受 但是进入了不同的生命阶段 你身边的不同的平行宇宙 你会看到别人 可能功成名就的样子 人生胜利组的样子 那作为表演者你 当然可能相对的在物质上 没有那么那么丰盛 可是我的心灵是非常非常丰盛 我觉得是很少人能够有的体验 对对对 身为观众的话 我们是很庆幸你选了这个剧本 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优秀的演员在台上 对啊 然后每个人心思要聊到 你自己也是哦 很多不同的人生剧本 但是跳了一本你最爱演的 应该说小时候也是 国小的时候就看到 学校乐团的学长在台上表演乐器 然后那时候我就心里冒出一个想法是 那我也要 就是站上台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那你不是也是拉低听 对所以我就回家就跟妈妈吵说 我也要加入乐团 哦是因为这样 对所以我国中也就真的去念了音乐版 其实我觉得自己其实知道 就是演奏这件事情太吃甜粉 而且尤其像丁一提醒这种乐器的话 他不只吃甜粉 我觉得他也吃身材 其实在国高中的时候都知道 可是我觉得小时候自己不会觉得 我这样就要放弃 对啊 然后进到大学之后就发现 嗯好 那我得开始想一下后路是什么 就是演作家这条路大概是行不通 然后就在进研究所的时候 我觉得遇到了音乐剧 就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 然后到16年的时候去成立了剧团这样子 好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人生的剧本呢不止一套 甚至是只要愿意 我们都可以伸手去领自己想要的那套剧本 而这一次Let me fly的剧本呢 是带着韩国主导演一起来台 广告回来就带您看到导演如何跨越语言的障碍 协力完成这一出精彩动人的戏 我觉得我一直不太会 不是太会交朋友的这样子 可是去做音乐剧的话 我身边就多了一群朋友 我就创造了一个 好像可以跟大家一起玩的这样子的可能性 作词&字幕君导演 cadence动作 还叫路落铣的配方 但是这些人的感觉都很不同的感觉 但是这些人的感觉和感觉 我们的感觉和感觉 有些人感觉到 感觉和感叹多的感觉 有些人感觉到 感叹多的感觉 有些人感觉到 作品的内容 在演唱片上 演唱片和演唱片 演唱片和演唱片 有些人感觉到 我认为这几天是我记得最老的一次了 这几天是我记得最老的一次了 对 我这礼拜有惊起来 导演真的是连他的剧本 音乐的细节 所有的动机 所有的情感 他都是缓缓相扣的 像是陈仙如影随行 这个剧本写得这么紧密 然后再加上导演这么密集的工作 我真的觉得这次算是一个修行 说不定是我和靖芬生的孩子 从未来把我带到这里 首先是在台湾上的演员 演员的剧本来的剧本来很高兴 但是现在的剧本来的剧本来是 现在的剧本来的剧本来是 我们的美国在2005年代 美国的剧本来的剧本来很像 很像的剧本来的剧本来 但是艺术性的剧本来 古的剧本来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 我会发现到说虽然我们语言我们讲的是中文 可是他很仔细的在审视我们的动机是否正确 就是我们讲每句台词是不是真的角色 那当下应该有的样子跟前台词 他其实都感觉得到他会直接修正你 他听不懂中文 听不懂可是我们所有旁边听得懂中文的人 都会觉得导演修的是对的 比如说我们在演做衣服的时候 会挥动那个布对不对 他就会说这一片布不是只是一片布 他在唱的是他可以让你变成你的翅膀 所以你要让他有飞起来 觉得他就像梦想一样可以飞起来的感觉 他会解释这些 当演员被很精细的一一告知 这些细节的时候 他做出来的样子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觉得整个过程中 含金量非常高 学到非常多东西 然后那也要问问那个新词了 就是听说这一次我们邀请韩国团队来演出 也是新 musical 最大的危机耶 这么严重吗 这么回事 应该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想要挑战 所谓的全版权 也就是说你在台上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会跟你去韩国首尔看的Let me fly 就是都是一模一样 原汁原味的 那也因为这样就是有了很多预期之外 预想之外的事情 然后可能制作的费用就变两倍 更多 我可能以为是这样 对啊 因为刚刚有提到配合成本是非常惊人 可是为什么碰到这么多的困难 一次又一次你还是坚持下去了 我觉得我一直不太会 不是太会交朋友的这样子的人 就我很内向 可是去做音乐剧的话 我身边就多了一群朋友 我就是创造了一个 好像可以跟大家一起玩的这样子的可能性 然后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棒的演员 但是在台湾的环境可能还没有这么好 他们应该值得更好的 我觉得不管是表演环境 或者是他们这么想要去完成的梦想 应该要有更好的回报这样子 所以就是每次都开了一个头了之后 然后一脚踩进去之后发现 不行我为了他们我也要坚持一下 对也真的是很佩服这种不怕冒险的心态 也因此呢 让心慈跟整个团队一步一步走得更远 梦想也更大了 那广告回来又带大家来了解 这些舞台上的养分都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测验就是当你要越过沙漠的时候 有四样东西你要带着 有背包 有蛇 有小鸟 跟猴子 然后蛇放在背包里可以吗 欢迎回到艺术正发生 今天的来宾是音乐剧演员陈品霖 以及C Musical的艺术总监张欣慈 在台湾音乐剧这条路并不好走 两位是否有觉得说真的是撑不下去的时候 很多 好几次都想放弃 但是 我觉得他蛮厉害 他都可以一直 就是又继续往下走 觉得可能天无绝人之路 总是生命会找到出口 这种个性好棒 因为之前我们就做过一个心理测验 他的答案就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细菌要不要做做 什么测验我也爱做心理测验 好 这个测验就是当你要越过沙漠的时候 有四样东西你要带着 有背包 有蛇 有小鸟 跟猴子 那你会分别怎么样 携带他们 是比如说背着呢 牵着呢还是怎么样 都可以 用东西装着都可以 然后你可以描述一下 这四个东西要怎么运过去 对对对 带他们过沙漠 背包 一定是背着 嗯 然后蛇 放在背包里 可以吗 不要让他出来 可以吗 就提上你的直觉 对对对 然后猴子跟什么 鸟 鸟 嗯 猴子跟鸟啊 鸟就让他自己飞 跟在我身边 嗯 然后猴子 抱着好了 背包背着 然后猴子抱前面 这样 OKOK 对 那我们先讲的 心思你的答案是什么 心思的 心思的答案 我记得那个时候 反正就是背包 背包也是背着的 然后那个猴子 我会牵着它 嗯 然后鸟就是 你知道像那个 一根细 气球一样 这样一起 然后那个蛇 会在我们旁边 这样绕着圈 然后一起走 哦 嗯 绕着你保护你 对 哇 那所以要答案揭晓吗 这是代表什么意义 嗯 剩下的部分 大家可以Google 但蛇代表的是钱 哦 有趣有趣 然后金石 他的蛇是会保护他的 哇 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我们大部分 所以那些钱都不是我的 但是他在旁边绕着 哦原来是这样的 蛇会保护他 钱会保护他 嗯 我们所有人都怕失去钱 或者说赔钱 只有他不怕 我觉得可能另外一种幸运 是这个很笨很傻的状态 然后当大家知道我的想法是 其实是因为想要怎么样的时候 还是会遇到一些人愿意暂时帮我们去度过这样的难关 然后我觉得他会站在一个觉得那我们把好作品端出来先最重要 然后观众感受到了我们的诚意之后 他们会愿意踏进剧场来 而且我们听你说过你讲过你创作音乐剧 不是在制作音乐剧 对啊 其实我是真的 我真的是还是最喜欢创作的 就是我觉得在做音乐剧的所有过程里面 只要不需要卖票的话 一切都很美好 嗯 对啊 就是我其实是很喜欢 无论是写歌也好 写歌词也好 就是我很喜欢看到演员们因为这些东西 然后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 嗯 所以让你坚持到现在 对 你也看到 瓶瓶闪闪发光的样子 那闪闪发光的瓶瓶也曾经想要放弃吗 我其实蛮相信说人来到地球的时候 来之前其实给自己做了一些决定 嗯 一些课 功课是你自己要修的 所以包含可能 我做音乐剧演员也好 或者说 呃 家人对我 可能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很支持的态度也好 其实都是 我希望 有些事情不要那么容易 因为容易你可能就不觉得它很珍贵 嗯 我去工作过好几次 我都会很羡慕有些演员会 全家人一起来看戏 那妈妈其实是懒得来台北的那种 嗯 她甚至连我唯一出在国家戏剧院当女主角戏都没有来看 可是她会照顾我的 就是她会用她的方式照顾我的生活 就是那是妈妈对我的爱 并不是我没有达到她的期待 我自己也做了我自己觉得很棒的事情 对啊 所以我们这样聊下来 品林跟心词的真实人生 其实真的一点都不是舞台上的精彩戏剧 那回到舞台上呢 他们在用这样丰富的经历 为我们展现角色的深度与厚度 声闻观众呢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今天也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对真的非常谢谢你们今天来 然后也很喜欢剧中的一句话 说人生无论怎么过都会后悔 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做出自己要的选择 找到闪闪发亮的自己 也分享给大家 那么以上是今天的艺术正发声 我是陈喜军 我们下周见 拜拜 by bwd6